美国总统特朗普说 安全性是决定是否批准TikTok交易的主要因素 美国法院要求政府 星期五决定是否押后执行TikTok应用程式下架的禁令 郭希林报道 TikTok母公司自制跳动 与甲骨民同旭二马 较早前达成初步合作的交易协议 在美国成立新公司TikTok Global 甲骨民同旭二马将会合共持股量成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三间公司正是致力达成协议 他们需要将协议提交给他本人审批 安全性是他决定 是否批准TikTok交易的主要考虑因素 即使最终无法达成交易 他亦无所谓 美国商务部原定星期日开始 实施要求应用程式商店 将TikTok下架的行政命令 但TikTok母公司自制跳动 入品美国法院 寻求班令暂门执行 首都华盛顿的联邦法院 正是处理TikTok的入品申请 法官星期四召开听证会之后 裁定美国政府在当地星期五 下午两点半之前 自行延迟禁令 否则就会在星期日召开聆讯 称取政府和TikTok双方 对实施禁令和反对的理据 法官认为如果禁令如期生效 TikTok每日新增的数十万用户 即是在最终裁决之前 无法维持怨状 可能对公司造成损害 自制跳动的代表律师 也都强调 留住用户是社交媒体生存的命脈 如果无法更新应用程式 也会增加现有用户面对的风险 有先电子记者郭希林报道 一手掌握 有线新闻